斗罗二爵士唐门即将开拍 斗罗大陆二爵士唐门的即将开拍 并不水一句空穴来风 而是有真凭实据的 斗罗大陆二爵士唐门与肖战 吴轩宜主演的斗罗大陆故事主线完全不相同的 肖战和吴轩宜主演分别饰演的是唐三和小五 而陈伟廷和钟楚希饰演的霍宇浩和唐武童 则是唐三的女婿和女儿 因此斗罗大陆二爵士唐门更换主演 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男主肖战被替换 被爆出男主肖战被替换的声音后 有很多网友为肖战鸣不平 认为肖战才是当之无愧的男主 使肖战挑起了斗罗大陆第一季的大梁 现在真人剧斗罗大陆的威望已经打出来了 但是却更换了主演 对肖战是不公平的 发出这样声响的网友 大多是对斗罗大陆不了解 斗罗大陆一共分为五部 每一部的主人公都不同 在斗罗大陆第一季中 肖战饰演的是唐三 而第二部中 主角更换成了唐三的女婿霍宇浩 如果肖战在饰演完唐三之后 再一次饰演唐三的女婿霍宇浩 未免有点不合时宜了呢 因此更换演员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呢 主演是古装男神陈伟霆 陈伟霆是85后的优秀演员 出演过多部古装剧 在剧中 陈伟霆的扮相亮眼 有颜值 有气质 陈伟霆在《古剑奇谈》中饰演的大师兄 虽不是主角 但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即便是放在现在 依旧是很多人难以超越的存在 陈伟霆也凭借着在古装剧中的出色表现 成功获得了古装男神的称号 这一次 由陈伟霆饰演霍宇浩 个人感觉贴合度是非常高的 首先 陈伟霆一直走的是行男 与娘子 没有任何瓜葛 陈伟霆作为演员的专业能力 是不容置疑的认真揣摩角色 细节化到位 对于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也能很出色地完成 是不折不扣的高质量专业演员 对于一系列高调的角色 由陈伟霆作为演员的专业 对于一系列高调的角色 因为它还有一样